8. 楚天都市報 圖文 六陽一陰市場人氣漸旺 2015年7月25日財富周刊15楚天都市報信徒為 昨日美盤跳水 由洋不小古文撈頭楚天都市報記者曲嚴 涉楚天都市報記者斥進華斯彭在連續六年揚後 戶指昨日衝高到4184.45點後遇了回落 美盤跳水 失手4100點 報4070.91點 跌1.29% 兩市合計成交接近1.6萬億元 前期表現強勢的個股出現調整 本州投資者信心慢慢得到恢復 場外資金日開始陸續入場 戶指本州上漲2.87% 出現回調非常正常和花信認為 戴盤站上4100點之後 明顯遇到了阻力 一方面是此區域透露盤的蜂擁出逃 另一方面則是30日軍線所形成的壓力 週五出現的震盪調整符合市場自身運動規律 震盪上行張城後市主旋率 長光正勸之心頭股周曉忠也表示 大盤連續收出六根陽線後 出現回調縮正常現象 當前很多個股蟲最低點反彈超過50% 不少接近8% 進行合理回調是正常的 記者觀察到 本輪舊市 不少品種走出翻倍航程 比如中航光電 航天電器等軍工股 比如中糧團河 濟華集團等國資改革標的 不僅僅修復失地 而且創下新高 上交所昨日表示 7月1日以來 胡市共有456家公司發布了股份增持計劃 或實施了股份增持 其中 已實施增持的上市公司共266家 完成增持股票19.2億股 增持金額246.51億元 調整還是上行意見不一對於後市行程 天鋒證券首席投股隨時無相對謹慎 他認為 週五活指上公受挫 表明大盤20週均線為之受到明顯壓制 後市或將延續調整 操作想建議投資者繼續控制倉位 關注中部窗口期業值與增個股 而長光證券資深投股周曉宗則相對樂觀 他表示 經過週五開始的短期回調 後續4200點技術目標位有可能被突破 並將向管理層承諾不減持的4500點進軍 據風頭顧也認為 4200點不會是市場短期的天花板 4000點像成為萬牛行程的起點 對於近期反彈幅度超過50%的股票 建議原則上不再追入 同時對於創新高的股票 要把握減倉時機 廣州萬龍表示 互聯網架、工業4、智能機器等新興產業 或成為未來牛股的重要集中地 此類各股將不受震盪行程制約 會率先走出獨立上將行程 金幅度超過50點 不犯電